我落選後仍然有很多街坊進來 他們可能很捨不得 或者可能他們都哭了地進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甜蜜的 有些牽涉家庭問題 家暴問題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他可能特地揭起給我看 而且你會看到他的精神真的很差 每天每天都很差 兒子也是 兒子會影響到情緒 因為他還是投學期 雖然兒子讀書也很乖 但其實也會影響情緒 可能不太想在家 因為在家裡會被人罵 被人打 或者他為了保護媽媽 又會起一些爭執 其實不是一個理想的環境居住 再加上他健康有問題 其實很緊急 那時候醫生叫他 可能即時要做手術 很慘 我又是一個比較硬淺的人 試過他在哭的時候 我又在哭 大家覺得他哭 最後很開心就是 可以安排到他 可以搬走 離開那時候的環境 現在基本上差不多 很多都入住新的單位 我只不過會感到可惜 可惜不是可惜在 我不再是議員 是可惜在 我可能少了一個平台 去讓他們來找我求助 雖然今次的結果是這樣 但我希望街坊也不要太失望 我希望接下來 即使不是我們在服務社區 社區都會一直繼續好 不過來 我們在服務社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